嗨 大家好 我是小米鸭 然后今天呢 我买了一个神器 花了我做自门艇一个月的工资买的 我们先去看一下是啥 嗯 到时候标题是不是已经解释出来是啥了 不管了 先去拿个快递吧 扫一下就好了吧 我现在已经拿到了 待会回去试一下 好了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今天呢 给你们录一期开箱视频 然后测评一下这个飞行机 开始拆箱咯 这个要温柔一点拆 如果激活的话它就不能退了 所以呢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它的外观好了 我看他们拍的那个效果很好的 不知道这个拍的效果好不好 哇哦 到这个画面要快进 先看一下里面的这些 这些基本就是一些充电器了 先不要看好了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先放一边 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可是花了好多好多钱买的呢 这个就是机身 嗯 这个手柄吧 对 这个手柄 还有这个盒子是什么 就放充电器的吧 放电池的 对吧 这个应该是电池了吧 这个是充电线 这个就不拆了 这些基本都是充电线 这些都不拆好了 拆了都会用不上 到时候先研究一下它的外观 这个是备用机 然后给了两组 现在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 天呐 这个拆的好怕坏掉了 应该也没这么脆弱吧 这边再拆一个 你知道吗 拆这个有种什么感觉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宝贵的对待一个东西 太好了 这个是摄像头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 把它弄出来吧 摄像头还蛮灵活的 然后打开 我差点就开翻了 然后这个是摄像头 这个是放电池的 电池仓 这个就是电池 然后它这里有这个连接上的 好了 听到咔嚓一声就好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也是看他们那个效果的 整体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摄像头在这里 这个是没有内存卡的 还要自己买 我还特意买了一个内存卡 就这个 就大概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手柄 然后这里还要装点东西 装个那个小东西 我现在呢已经全部装好了 然后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东西就是 保护这个机翼的 然后这个呢是遥控手柄 天气比较阴 然后都是在下雨 看地面确实有一点点湿 所以今天就飞不了了 再加上了我技术也不好 待会儿机毁了 钱就白花了 就给你们看看样子吧 就大概这个样子 等到天气好一点 等我把它研究透了之后呢 我再出一期看一下它拍的效果 出来是怎么样的 很多人呢都非常好奇 就是我做这个自媒体有多少收益 说话都结巴了 然后呢我今天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刚好就用来买飞行器了 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呢就是我的收益了 但是呢它扣税扣的蛮厉害的 就其实只有4000块钱的样子 我那个稳定器呢是买了3600多 然后还买了一张内存卡是100多块钱 然后折合起来的话就3800左右 我做自媒体呢 我上个月就是我做两个月嘛 上个月的话第一次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多块钱 然后第二个月呢就323吧 最少3000块钱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的吧 然后呢全部捐献给我的拍摄设备上面去了 包括我的稳定器手机支架也花了大概 还有收益卖也花了大概1000块钱吧 就我的设备其实已经花了快小5000了 希望呢能有一个好的回报 我呢会认真的学习拍优质视频回馈大家的 然后呢也会继续出干货视频 也会拍我们苗族道 也会拍我那个毛培港装修 因为现在还是没有装修 想再赚一点钱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